昨天晚上是已经从乡下回到了南葱 那这两天清明节前后嘛 昨天也回去给我妈扫墓 给她稍微收拾了一下 去除掉的所有的荆棘 上面带满了小刺 砸的一身都是伤 但全部给她打完了过后 她以后就再也伤不到我的 那现在唯独剩下这棵苦树 不知道大家那里叫什么 这个这个树 结出来的果子是苦的 所以呢叫把苦树生根发芽了呀 将它连根拔起 终于清理干净了 留点小草在下面就好 孩子的生日呢是母亲的母烂日 那也替我骂 亲亲外婆 跟外婆道别呢 她总是会不停地唠叨 让我注意 我知道她这是对我爱的表现 但她的愁眉苦脸 确实会让我觉得心疼 所有的离别呢 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那我要出去努力地奋斗 最后呢 家里面已经被我造成的不成一样了 昨天晚上回来过后 便一直在收拾所有的东西 看哪些需要带走的 把它整理出来 等一会儿再来慢慢收拾吧 还有些没弄完 那这期间要启程呢 最后的名字也定下来了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就叫陈巧莉 我本身的姓名就叫陈巧莉 只说莉子有点变化 因为以前大家一直叫我巧克力 叫习惯了嘛 那莉子就不改它 大家以后呢 还是可以叫我巧克力 或者叫我小车也可以 我呢更喜欢叫我大力 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力量吧 也要感谢很多评论区 朋友给提的意见啊 那再说说我接下来 接下来呢 可能在10号左右才会出发了 这两天收拾完了 会宣上重庆一趟 那边还有一些私事需要处理 可能中间也会断更两天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去年定的愿望目标 要去完成跳伞 这准备去做了 年底的时候因为太冷了 很多都已经停跳 没办法完成 这开春呢 终于可以去完成这个小目标了 完成了过后 事情处理完 就正式的出发 我感觉我这个出发说了好久了呀 但我也没想到一拖拖这么久 不过也快了 就这么几天时间 好吧 那这个视频呢就这样了 下一个视频呢 准备跟大家讲述一下 我这几年在路上所有的花费问题 就也希望大家很多想出去旅行的朋友 有一个参考的数字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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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